当然,每个人都想做一个装酷的人 没遇到你之前,我也不例外 有人说过生日吃蛋糕真的蛮幼稚 阿妹不喜欢没本事又爱装酷的男人 我开始尝试变得成熟自信 可是那天,阿妹居然给我过生日 她说,今天给你过,以后每年都给你过 那,你看,酷不酷不重要 重要的是,祝我生日快乐 欢迎大家来到酷的生日Vlog 今天跟我的饭友们来到了一家复古气息满满的小店 这是公居然地地点的咖喱牛肉窝蛋饭 无敌卤肉饭据说是他们家的招牌产品 最后一碗饭上面铺满了肥牛 本干饭人终于可以开始干饭了 先来上一口搅拌均匀裹满卤汁的卤肉饭 再帮弟弟解决一下他不喜欢吃的秋葵 顺便替他尝一下咖喱饭浓不浓郁 绝不是因为我想吃哦 大家一勺一口酱酱好的勺子深得我心 看了视频才发现,我刚刚吃的不是咖喱饭吗 我们等会的时候还顺便点了奶茶的外卖 其实这家店也有卖那种很好看的饮品 但是之前登登来吃过了他说都是颜值大于口味 然后我们就没有点 这个时候我弟给了我每一碗饭旁边都会搭配点小泡菜 这个小泡菜入嘴可刺激了越吃越上头 很适合用来解腻 有一种虽然刺得你很痛但是停不下来的魔力 给大家表演一口两个小鞍唇蛋 比较推荐他们家的卤肉饭跟咖喱饭 一粒粒米饭均匀的裹上卤汁,肉香四溢 没有多余的油腻感 咖喱饭算是正常发挥吧 因为我觉得咖喱拌饭怎么做都会很好吃 牛筋完是十字 牛筋完是十斤的,咬起来嚼劲十足 其实是刚刚那个淡满似的 在甜品里发现了还剩半条面的小飞虫 我们猜那个小虫子是刚刚飞进去的 后来店员给我们重新换了一份 花什么呢 这个甜品是由红豆、紫米、芋泥加芒果组成的 中间还有一球香草籽青纸冰淇淋 这个搭配你们会先从哪个小料下手呢 大家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提早一点哦 我们大概等了大半个小时才等到位置 这道走错门的奶洞直接走进了我心里 绝了我跟你们说 细腻的奶洞入口即化 然后你慢慢品就有浓郁的奶香停留在你的舌尖 绵软的芋泥也十分细腻 不会水水的 让人一口接一口根本就不想停下来 这个芒果红又糯鸡鸡 多少跟羊汁甘露有点关系 我怎么吐个花椒都能吐得这么猥琐 虽然我们四个人这点了三碗饭 但是剩下的甜品还是得靠我来解决了 其实我主要就是来想吃他家的甜品呢 周晚羊汁甘露的清洗里面的水果 除了芒果跟红柚 还有当街的葡萄 诺基的小芋圆跟小白丸子也给了很多 很能顶肚子 他们家环境还是很可以的 出片都很好看 这天吃的三碗饭比较推荐卤肉饭跟咖喱饭 然后甜品的话特别推荐那个奶冻 其他两款就还好吧 中温中举是可以想象的味道 吃完正好到了我们芋圆手工饼干的店 这不是我所认识的围裙 最后只好拜托店员小姐姐帮我们都穿上 负责拍照 我来 网友跟唐神打字 捧捧发白 他出来了 要把钱回去吗 不要了 你看这灵活的手 你看这 不是心爱的 手滑滑滑 你看这个手滑 组建的越来越厉害 我谢谢你 十分的细心 将细心而有胆大心心 一敷脑的就把这个粉爆了 十分的胆大心 果然心中有自责 有谋略很好 这么多能够几个平均 这样搅到什么什么程度 待搅匀就可以了 这样就行 再搅匀一点 上熟了上熟了 干饭仁干饭 上熟了 我想到今天来家猫猫的食物 好可以了 哇你好习惯 你赶你赶你赶 那个范围大一点 对 对 对 选择富难症开始 富难症 来 新一点 这个吧 好的 咦 这是这个吗 是的 我再不再去啊 咦 店员小姐姐说 这些模具 坐着坐着 就会便宜空消失几个 所以我们那天现有的模型 不算多 救命 怎么办 就是这样的 还得揉 它能扔下来吗 逐渐反倒了位置 走吧 你不要把它抬起来 莫阳 它裂开了 我也裂开了 这好像小朋友 我们脱一个脱完了再按吧 我看啊 要不要再按啊 感觉 不然就现在就把那个边上的给糊掉 现在是不要把脱膜 然后现在是把它边上的那个 那个给整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快快快 救它 行 你救人家 哎 可以 可以 哎哎哎哎哎 我手抖你了 哎哎哎 你不要把他不要把他 这边这边他 不要 哎哎哎哎哎哎 绝了绝了 男公娃 我不是 瓜子 西方的吗 嗯嗯 hoş 这个 来个军子 破螺 看克特呀 活过一整个大冰 不要就不要 然后自己多少 掰多少对吧 我也觉得 我第一次吃 别 他的 他的 这个 怎么感觉 好 好 来 Gru性 大 热 isi 小丸子点着就永远没有沉沉不过 哦 完美 手指没错他下不去了 好 OK 这凌手们尝试 这不知道多少个小丸子 起码十来个小丸子 来了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我们成功了四个了 贵了贵了贵了 那边 那个地方松了 就这样吧 拽解小妹最后一个 哎 哈哈 好 我以为你 我真的要笑死了 我天哪 太好笑了 好 别人做了可爱的小蛋糕 今年也希望世界充满爱 你看我们这里有使用笔在哪 你笑了吗 好 兔兔这么可爱 当然得一口闷哦 没想到 没想到做的小饼干竟然花了两个多小时 还不说 要不然没有 要不然没有 我们那天 我们那天去的时候 正好有卖一整盒都是芋泥口味的白玉卷 果然长得好看的东西 普遍都很危险 少得可怜的馅子我就不多说了 面包体也特别的干衣 大家看到颜值这么高的面包 一定要捂紧自己的钱包赶紧逃哦 虽然芋泥口味的也不错 但是我想我应该会更喜欢一整盒都是巧克力口味的白玉卷 你在吃张小丸子 好嘞 按照传统惯例 晚上一般都是跟家里人一起吃饭 虽然现在长大了 但还是好喜欢过生日哦 如果可以只过生日不长大就好了 吃冷的东西还是会习惯性的吹一下 晚上是疯狂摔入蛋白质的一顿 有没有跟我一样不喜欢吃海鲜上面这种蒜蓉呢 都喜欢先把它给挑掉 最后再吸溜一口超级入味的粉丝 本来是爱人头数好一人一只的小青龙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爱跳式的弟弟 你就会拥有两只 这就是为什么从小到大 我都比我弟胖的原因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用咸菜煮的生日面 我签咯 我签咯 这次的嘉欣选的是芒果跟奥利耀碎 虽然样子不怎么样 但是未来还是很可以的 毕竟最期待的就是吃蛋糕了 可不得来上两块 今天一天拍了好多 拍到最后相机都没有电了 我明明前一天晚上就把电池都充好电 然后放好 谁知道出门的时候好像忘记拿了 所以吃第二块蛋糕的时候 是用手机拍的 你有看出区别吗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掰比